下课时间教室里男同学大手一推 对方根本承受不住 连讲台都被撞到 男同学把对方逼到墙角再挥拳 一旁女同学吓坏了趁机躲开 而其他人没劝阻反倒是大声嘻笑 有同学影片上传网路 说这是校园霸凌 指控有人动手有人包围 但事实是这样吗 子晨动手打人男同学的家长回文说 打人不对 影片只录到后半段 儿子说对方一直三字经辱骂他 孩子的妈妈在他小时候过世 对于这一块比较敏感才会情绪失控 但打人就是错 他教子无方 所以睡觉睡一半被人家叫起来 就心里面不舒服 所以就直接用三字经 问候那位同学 问候他妈妈 所以一时气愤之下他就动手了 校方表示打人同学坦诚动手 被打同学也说自己口出恶言 才会惹祸上身 双方暴力冲突将依校规成处 只是更让人不解的是 同班同学眼看有人被打 却只顾着拍影片看着闹 没人像 失掌反应 记者姚立强受奖 新不收到